为了帮助埔里地区中低收入户的学童 埔里休闲业者日前举办爱心义麦的活动 希望这些学童在他们的帮助之下能够安心来学习 我们这次义麦的所得呢 前述会兼给我们埔里镇 所有的国小里面的中低收入的这个学生 那补助他们营养午餐 鼓励他们向上 这个球鞋向上 那希望说我们这些未来的国家的主人 能够在国家社会里面发挥一定的影响力量 对这个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那在这里再次的代表我们国泰人寿 鼓励掌援通信助所有的工作团队所有的伙伴 感谢我们所有社会大众对这次活动的这个支持 先议员廖志诚特别也到场参加这场义麦活动 并购买义麦物资为公益尽一份心力 廖医员表示 看到证明都能够踊跃来参与这场义麦活动 也表示鼓励正乡亲都是相当有爱心 也许许在他们的抛砖领域之下 更多企业能够来参与公益活动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包括国泰很多他们的服务人员 从业人员大家都捐东西 来吃义麦要让我们大宝里地区所有的 中小学这个中低收入富的这个家庭 这真好就是说 透过义麦以前我在想就是说 我们各行各地都可以透过 社会处处有温暖 处处有爱心 这个活动看到大家热烈来参与 就是表示我们社会 充满了 温乱 以及很温馨 对来说你可以买到东西 还可以做爱心 我相信这个意志良德 县议员吴国昌感谢收检业者的用心 并表示他会秉持人机几机的精神 持续来支持公益的活动 让需要帮助的人能够得到帮助 对了我们每一个企业 可以来对社会 有这个大爱的精神 这是令我们的可以来勤败 来到现场 孙乐一百 国化 那么来用真正生意 真正 不说真多钱 来买起来 但是马上我还要关注 让他们可以继续 来把爱传播下去 日后我也会继续来关怀这个社会 推动这个社会 尤其对了我们的小鹅的福利 小鹅的健康 和社会 所有集团救助这个部门的福利 我一定要加強亲密 副会长排泉感谢业者的用心 也期许更多人能够来共同参与共议 将爱心传递出去 让社会更加祥和美满 记者陈伟一博理财访报道